欢迎您回到非凡商业台非凡巧先报 我是曾中玉 台北股市在今天一开盘 连强第三天之后 短线浮现了卖压 目前为止涨幅收敛 几乎已经回到了平盘 台股现在涨33点 指数来到了13837点 不仅是集中市场 涨幅收敛 贵买市场更是率先翻黑 目前为止跌了0.45% 而这样的卖压 是一个短线上正常的获利了结卖压 还是说反弹有可能因此结束呢 我们又来请教专家 请教的是范震宏分析师 您好 早安 小玉好 官方大家好 好 震宏很擅长观察 盘面当中的多空气势 有没有扭转过来 连续反弹第三天了 一三连红 当然也引来市场上一些 获利了结的卖压 但是这个时候卖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震宏来帮我们看一下盘面当中 因为的确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呢 多方还是非常强势 上涨的加速比下跌加速还要来得多 但是就在刚才盘中这个丈夫修炼的同时 的确市场上的多灯 看情况不对 开始也跟着卖了 不仅让指数压回震荡 贵买指数还翻黑 现在呢 下跌的加速已经比上涨的加速要来得多 为什么我们会在盘中观察上涨跟下跌的加速 就是要来看一下排除掉全值的原因之外 到底盘面当中的风向 是不是真的开始有空方占上风 这回来帮我们观察一下目前为止 从上涨跟下跌的加速来看 您观察到了什么样的讯号呢 好 那这个从我给大家的图 这个多功能排列股票加速占大盘比一张图 可以看到说其实前几天这个空方的过热 超过60%叫过热嘛 那其实今天已经回落到57.30% 所以等于说短线呢 剑上反弹的个股 其实差不多已经来到一个段落 但是呢 其实长线应该说短线的多方加速还没拉起来 所以我说照这张图来看的话 剑上其实短线还其实还是有续弹的机会 我还是要讲还是有续弹的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长空加速是进入过热区的 所以等于说现在其实短线的空口加速还是非常多 所以就行情来讲 当然说目前不管总金 这个方面其实都是比较弱的 但是从这张图来看的话 其实反弹行情是还有机会去做延续 只是说今天大家看到盘面这么弱 那会说这反弹真的有机会去做延续吗 所以这么从几点来看 大家第一个 大家知道前两天基本上大盘反弹 贵买也反弹 但基本上都是拉少数个股跟全职股为主 那虽然说在今天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所谓的冲小型股呢 去做一个轮动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啦 就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大盘的昨天的低点 那为什么昨天低点重要呢 是因为昨天是一根跳空的那个红K嘛 那另外就是说昨天的量其实有来到2363亿 所以算是短期的大量 那等于说这波反弹的关键位置就是在昨天的低点 如果昨天低点破的话呢 等于昨天进场追价的人呢 其实等于都套牢嘛 所以昨天第一点呢 113727 如果说在接下来有被收破的话 其实就会宣告说这波反弹行情是结束的 但是在没收破之前呢 短线的指数因为全职股都已经涨了一轮 进入震荡的机会是比较大 那接下来就是看说 今天过后 像说今天比抢腿水还说比较弱 那接下来就关键看说 今天过后呢 在这个113727跌破之前呢 中小型股有没有机会呢 受到资金青睐去进入轮动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观察重点 所以今天虽然说整体的盘面是表现差的 但是我觉得反弹行情在13727 再讲是13727 没有跌破之前是还有机会去做延续的 但是跌破的话呢 大家记得可能就要留意 这个较低抹优的时机后 可能就是差不多来了 这代表说这波反弹是结束的 那另外就是观察国际啦 就是昨天呢 鉴上美国公布了数据 公布了这个服务业的 这个SN服务业指数跟ADP 就小飞龙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高于预期的 其实数据表现是正向啦 那但是基本上以目前来状态的话 就是好消息就是坏消息 所以昨天美股在数据公布后 基本上是有快速的翻黑 跌幅又来到1%左右 那但是呢 在尾盘又有拉起来 那这样说这个拉起来 就等于说美股的反弹力道还在 可是如果说从公债 公债殖利率跟这个美元的部分 其实是有反映这个数据的部分 所以昨天公债殖利率是又重新的 往上弹升在2到3% 那美元也重新在上涨后 那所以现在就是看说 其实在等于说在 债券跟美元的部分 其实已经 已经开始在反映这个预期的 又重新修正到说明年 不会升息的预期 可是股市还没有正式的反应 所以短线来看 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其他的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观察明天的非农数据 如果说明天的非农数据 是优于市场预期的话 那反弹的 这波反弹可能在 接下来可能就会提前结束 等于说在国庆点假 回来之后 可能就会要留意一下 这个市场的修正风险 但是如果说明天的非农数据 是表现是不好的 等于说是坏下去 就是好消息 那其实这个行情 就反弹行情是还有机会 去做延续的 那这部分就是 接下来就是在观察 下礼拜五的CPI数据 因为基本上 目前这个市场状况 基本上说 产业基本面 其实影响趋势的状况 几率其实比较低的 现在其实目前都是 比较偏总金盘 所以大家会 市场会比较容易 受到总金数据的 这个高低呢 去做这个影响 那见上我还是建议大家 目前趋势还是空方 那任何的上涨 还是先当反弹去看待 那短线呢 因为台湾刚好在 那个九月营收的公布期 那有一些 营收好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关注 只是就是要留意一下 大盘的风险 好 如果大盘的风险 就像刚才 这个郑鸿说的 短线上其实多方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多方的机会在哪里 郑鸿刚才从技术 现行研判 只要13727 台股的13727 如果守住的话 多方仍然有反弹的机会 所以呢 虽然台股今天开高 出现了震荡 涨幅收敛 现在压回将近平盘 但是呢 只要这个多方 最后的防守点 13727有守住 郑鸿认为 多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那如果守住的话 当然风险要关注 因为呢 在现阶段的 这个国际的黑天鹅 还是不断 但是 如果多方有机会的话 您认为 谁会先冒出头呢 郑鸿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目前 其实以产业面来讲 其实大家 大家都不好啦 那当然少数的话 可能就 我目前还是比较 要关注在生技股的部分 那虽然说生技股 在前一波修正的过程中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生技行情 是不是结束了 但是因为我基本上 我会跟听众讲 就是说 这个生技股 基本上有分两大类嘛 我们就讲 一个部分就是偏题材类 就是新药题材啊 那另外一方面的部分的 就是有营收基本面的 那我个人是比较关注 这些营收基本面 因为一方面 生技股 基本上比较不受 所谓通膨影响 因为它比较 偏向就必需品嘛 因为你生病还是要看医生 所以他们的 这个 在基本面部分好的 我会持续做关注 那比如说像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像1795的美食 这114的剑桥 还有1760的保龄腹井 那我们先从保龄腹井开始讲 保龄腹井基本上 就是大家知道 最近那个B.A.5嘛 基本上还是持续在延烧 那疫情数字呢 基本上也没有说到 正式的缓而下来 所以这个快摘四季的需求 也还是在 所以市场是预期说 它酒杯营收会表现不错 那其实最近来讲 它其实也算是在一个区间整理 并没有说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攻击 那是不是有机会去反映 这个9月的营收表现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另外就是 一样也是受到这个疫情 这个剑桥 114的剑桥 那就爱客谈的部分 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 确诊之后 红楼都很不舒服 都要去买这个 红楼相关的 用那个药品来缓和 那大家也是预期说 9月营收也会有机会 再往上走一波 那最近基本上 是在季线跟月线中心 去做整理 那如果说营收公布出来 表现好 我觉得它也是有机会 去做攻击的生机股 那最后讲是这个美食 那美食在美国的写癌药 在9月正式上市了 那9月正式上市 那营收是在 就是接下来要公布 因为11月公布 9月营收 那经常市场对于 它的这个营收表现 是非常的正向的看待 那最近其实 都还没有反映这个营收 因为我之前常常跟大家讲 如果说营收公布前 就已经连续大涨 那营收公布后 反而流于利多出境 那它现在其实 还并没有出现大涨 那但是 这个营收部分呢 公布之后 有机会就有机会 在营收公布后 去反映利多 所以我觉得这三档生计股呢 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后续的发展 好 非常谢谢范震宏分析师的解读 刚才呢 震宏谈到了 如果台股呢 守住了这个价位点 基本上对于后续 多方的力道来讲 不要因为今天卖压涌现 就认为多头完全丧失信心 台股13727 这个多方防守价位点 只要守住 多方有机会 谁能够冒出头呢 他认为生计股 生计股他认为在这里 其实还是有机会 能够率先来突围 来进行反弹 生计股当中 您看到的今天 像是台药 北极星药业 台康生计 还有安泰克跟易德 今天涨幅都还是有超过百分之一 不过震宏刚才提到的 三档重要指标 第一个他讲到了美食 美食呢 现在呢 受惠于萧美的抗血癌药物 开始贡献营收 所以看到了在整个后续的表现力道来讲 市场上也高度关注 再来保龄附井 保龄附井主要的业务呢 是药品的制造跟销售 所以您看到了在最近股价呢 也是沿着均线在上工 这几档指标股都有机会成为市场